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是赛俊学股大师做我们小炒仓的嘉宾 赛俊早晨Merry Christmas 早晨 大家一位 早晨 你好 大家都在各位 早晨早晨 我现在又和赛俊说 因为我们的小炒仓在今周有变动 赛俊就会有20万的仓位 可以任你自己搞 你有个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仓叫学股仓? 如果是 我开了个仓 模仪仓给你 学股仓 学股仓 那我不是只可以买学股? 那你选吧 但没有学股仓的名字 因为有观众已经留下了问题问你 想问你907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加了你Facebook 因为你在这里好像没有提过 高雅光学 他又问一下你的意见 你有没有看这个907? 有一个昨天看着的 其实 因为我见到盘腦移动 是 因为这只平时 较早前吃 其实整个月根本就没什么成交的 是 那突然间昨天见到很多 50万50万这样向前数 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动作 准备 是 所以我在Facebook那里就留了个post 907特拉杂 是 特拉杂 就是等停牌 是他的意思 是 那现在还没拉 我还可以买? 我在看因为 他其实昨天那一大棺 抽了上来 已经升穿 几个月的高位 两个半左右 那 我在想如果之后 可能整固几天 可能会有一个人再抽上去 3元附近 因为907其实炒 这两年之内 炒过几次上3元的 每次都 不是很冲穿这个位置 嗯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位置有些 指导性 是的 哦 那如果过了3元的话 就应该 是的 来了 哦 OK 那 还有呢 907最近 他买了一间眼镜仓的 是 那收回大约 一点几亿 两亿左右 那其实就 那动作就 刺青河 嗯 那其实都 刺青河 是刺青河的了 是刺青河的了 哦 哦 OK 不过 是不是都现在 先看看 907的市值是多少呢 咦 市值都 8点几亿左右 好高 差不多学价了 是 哦 所以看看 还有没有能力再继续上去 如果继续上去 应该就很肯定 哦 OK 不过8点几亿大家 小心点 是的 不过我都听闻过的 是的 我也有买过 也有讲过 我想不过是DBC的年代 其实907 那一转都 升得不错的 现在2.61 下跌着1.5% 昨天很跨 两成多 升了 因为早上看的时候 那些盘突然出来 是这样向前买 就是有些特别 哦 是的 有人提计你的仓叫做 财俊仓 是的 不如叫金融财俊仓 又可以 通用财俊有些财俊 再想 哦 有些财俊 他已经露了真身了 他开始生气了 蔡俊仓 今天如果 问问题那里 就解答了一个观众 但是小炒仓那里 可以怎么去部署呢 都是 现在先做一下功课 例如1月回来 或者过了春节 可能才慢慢买到未遲 当然过了聖诞 可能我会买一些入仓 是的 因为现在的市 成交那么弱 基本上你放什么入仓 都不会动的 是啊 真的啊 成交那么弱 没必要浪费自弹 那你每日在做什么 你是不是在休息 如果是这样 就是看通告 就是看通告 做功课 哦 个人这么努力 是的 那你过完聖诞 907都升了 撞鬼了 都没推介 都升的 怎么办 市集力量 哦 2.69 就是907 那你部署 你有什么通告 立了是觉得有趣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样 昨天见到800出通告 那他就说大股东 就用这个 是的 四号一字 就营购 33.5%的新股 那 占这个发行股本50% 那他如果营购完之后呢 这个大股东呢 就会持有超过50%的公司股权的 嗯 那这个通告他说了 他会申请这个 Waywash 那就是全面收购 那其实800这一间呢 上年他已经做过同样动作的 嗯 那都是用大约的价钱去收购 就是这个差不多的股份数量啦 嗯 那但是问题呢 就是那单丢呢 就过完股东会之后呢 就因为 但是股东呢 就是没完成那单丢 但是过了特别大会 中间那段时间呢 就走去回购股份 嗯 就是在市场上收购股份 那令到那个 就是收购收购就 違反了 所以失去了那个资格 那就是那单丢就作废了 是 那我又在想着 为什么大股东 就是 接二连三 都是这么想去收回公司 就是拿回超过50%股权呢 私有化 那公司肯定 肯定是有一些 就是很值钱的东西 都没有透露出来的 哦 那我看回那个财报呢 它其实就是 公司有5亿的现金的 那资产加上有10亿 那么多 那其实呢 它有一座 叫做A8音乐大楼 嗯 就是在深圳市的南山区 高山科技园的 那大家都知道 深圳楼现在有多贵 那它而且有整栋大厦 在深圳 那那栋肯定不止这个价钱的 嗯 而且呢 它最近 它公司旗下 那个多米音乐呢 就上了 新三板 是 是啊 那当然上了 新三板那些 估值 就由投资去到 上了市之后 当然会增长 那可能 之后都会计回 那个财报里面的 是 那而且呢 公司主席 劉晓松呢 其实就本身就是 騰讯啦 就是未上市之前的天市 就是天市投资人 他这样写 那其实呢 他投资騰讯的一单回报呢 我上网搜尋过 那那边报道呢 就写他的回报率 就超过二万倍的 那我相信呢 劉晓松 为什么接二连三 去收回公司 那么多雇权 肯定 我觉得公司肯定是 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就没有表现出来的 那 那这单 那一单 deal完成了之后呢 我觉得 就会 有些东西提到 就是 可能有大查法 那如果是 那问题就是 那问题就是 最保险 是的 最保险 而且最好就是 等到他过了 特別大会之后 完成了 就是收购股权 之后才下手 就会比较好 是的 哦 那因为上次 他那个 是的 他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做法就是 就是埋门一脚 就太 就有些 就是有些低级错误了 我就觉得 那如果这次 我想他都未必 会再犯这些错误的 就失败了一次 还失败多次 那就被人笑 是不是 喂 现在就四毫四仙半 那我就当四毫一是 放着底 因为他买都要这样的价钱 那是不是应该 在这些附近那里 拿回首货 放在仓上 还是 不过你刚才就说 因为是你留意一下 那些通告 就未落实买的 是不是再要看看 什么时候 是不是特别股东大会 那些未那么快公布 是吗 未公布的 如果一公布的话 就可以 就是 是的 就可以继续留意 就是都是放到标准那里 看着先 是 明白 也都挺好 反正这个月都没有什么 炒的了 那就留意一下 那些通告中实际 好 你看他多沉沉 说些东西 他的声音 沉沉了下去 是的 那他就帮大家 找一些蛛丝马迹 其实是努力的 因为你没有人 没有人会说的了 这些东西 除非你对公司有些熟悉 或者是真的 尋找蛛丝马迹 那样 帮大家分析了那个通告 大家 特别股东大会 我提醒大家 都是你每天在这里 按F5 800 F5 按下有没有出 Refresh 看看有没有出什么通告 所以你每天都是盯着 他们可能 其实早五晚三餐都看着通告 我猜他也是 所以他们就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留意 那和蔡俊谈到这里 多谢学股大师 祝你一个愉快的圣诞假期 小炒仓继续 由于小炒王是实践仓 当然不会贸贸然出手 所以那些嘉宾都不出手 我没理由这么勇 其实我昨天就想买健日 但是就标了上去给你们 标了上去 所以我也要想 但我真人仓是有的 真人仓 不是真人show 是真人仓 我就有的 今天只见日638暂时没有起跌 昨天很多朋友就问 那什么时候买 昨天叫你买 你又不买 1.3元多 现在才来买 我加上2毫指息 都已经1.6元多 对上一次最高就是1.7元3元 其实也接近高位 那你就是 好东西也是 等跌等剩下的时候才买 等它静一点才进场 今天也剩下 今天只有20多万的成交 至于刚才推介的安宁 就站在5毫7指的位置 希望就派了圣诞礼物的股份给大家 问一些嘉宾 每个人都不推 那怎么问他拿呢 就唯有推我去派礼物 是吧 恒指跌135点 21,500的位置 成交171亿 今天应该是没有半日市 有朋友问我 是的 全日的 你4点才下班 好了 那我们谈到这里了 放完4日的长假期 回来之后 28日再和大家聊天 拜拜